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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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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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抱歉的话 以后就别再这样了 我知道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春华 春华你回来了 春华回来了 生好了吗 别担心 我没事了 春华 方上仪 殷四月 前阵子让你们操心了 谁都知道错不在你 你是被牵连进去的 我们岳工局也是遇旧无从啊 那些戏场的人来查问时 我知道方上仪和殷四月 都替我说件好话 春华已经感激不尽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无论帮不帮得上忙 总该实话实说呀 你伤得不轻 不多休息几天吧 我现在好多了 躺在床上太烦闷 所以想赶快回来和大家一起练习 如果你觉得累的话 可以马上停下来 回去休息 知道吗 谢谢方上仪 那我跟大家去练习了 好 好了 都去练琴吧 是 是 是 他可以从戏场大佬走出来 真是命不该绝 是 好 七强 你是在吹火还是在喷烟呢 你看看 弄到大巴个御扇房都无言长计的 你看看 你就别骂人家了 像这些苏活哪是他干的呀 他以前经过御扇房的时候 都是捂着鼻子走的 现在呀真是难为他了 也是 不过现在没那么好命了 月侠 音乐姐姐 贵宾娘娘今天想吃点什么点甜 绿豆糕吧 好 音乐上次娘娘说 很清甜可口呢 好 这就给你拿 来 先取绿豆糕过来 是 谢谢 哟 这不是蹊跷吗 原来你被安排到御扇房来做事了 真替你高兴 每天可以守着这么多珍秀美味 当心扯太多会长胖 你 你的脸是怎么回事啊 是烟熏的还是火烤的呀 七强 你站着干什么呀 火烧忘了吗 还不快点找活 音乐姐姐 一样的绿豆糕 谢谢 那我先走了 哎呀 姑姑 你行行好救我出去吧 哎呀 你得罪了万贵妃 是她下令要把你安插到御扇房的 我有什么能来救你啊 姑姑 你在上工局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 你一定有办法的 我在那里干活 很快会死掉的 姑姑 你救救我吗 你啊 我早就跟你说过 道行不够 就别挑起太多事端 你现在明白 什么叫做吃不了兜着走了吧 嗯嗯嗯 明白明白 那你现在 给我想想办法吧 哎 谁叫你是我的亲侄女儿 我想给她 好 她 你吃过这次亏一定要记住 还没有权势 就千万别嚣张 不管做什么事 都要给自己留余地 别在后宫中四处着敌 听明白没有 嗯 嗯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你每次都是明白的 你呀 七巧呢 他在那儿呢 七巧 从今天开始 你被调去御药房 专门负责尖药 谢谢江掌山 谢谢 你现在就到御药房 去报道吧 是 花开花落无人闻 难道我当好年华 就在这儿虚毒 青姿 你怎么了 没事 一时赶出 学人家伤春悲囚 你们怎么来了 春华 你没事了吧 吃苦长大的人呢 复原能力很强 他一可以走动啊 就嚷着要回月宫局 又嚷着啊 要来找你练舞 练舞 不练了 练给谁看呢 给自己看 青姿 青姿 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怎么看你自己 是啊 我们奏乐 你跳舞 骑马自得其乐 开始吧 慢着 我们先做一件事 哇 好漂亮啊 还有阵阵幽香 残花上有余香 更何况我们还年少 虽然身处后宫 不过我相信 我们可以过上好日子的 只有你才这么乐观呢 前阵子还被人打得半天 你看他现在 跟没事人一样 我真配得你 你们都略知我的身世 我还记得我杨亲临终之前 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而是一直微笑地看着我 他说 还想多看我一眼 他还叮嘱我 以后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都要好好地活下去 这是他 和我早逝的父亲 对我唯一的希望 那天在大牢 我也觉得我自己必死无疑 我告诉天上的娘亲 我不能完成她的愿望 不过老天爷 如果再给我一条活肉 我一定会好好地珍惜 好了 从现在开始 我要你们陪着我 一起完成我娘亲的愿望 一起过上好日子吧 来 一起过好日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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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你受了伤 就在城外的药店给你买了药 但最近一直没碰到你和白姑娘 没有机会交给你们 我也知道 你现在伤好了差不多了 这药也没什么用了 但是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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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妃还在听曲 等下回去住房 是 二兄 是皇上 贵妃还在听曲呢 都已经此时了还在听曲 不去了 替这更业 是 救我 拿不住 救我 听见了 朕 你究竟想要朕怎么样 你才能高兴呢 朕乃一国之君 朕丽妃你不高兴 非自有运你也不高兴 非自小产 你又说太后针对你 你还是不高兴 朕真的跟你相处得很累 朕丽妃 娘娘 映月 待会传召杨勇 今夜进宫 被本宫奏乐 娘娘 你多晚传召杨勇 不怕皇上不高兴 本宫就是要他不高兴 娘娘 你不怕把皇上推到其他妃嫔宫中去 皇上要去的话 留也留不住 天下最好的东西 不是垂首可得 就是求之不得 求之不得 你不会明白的 即使平常夫妻相处 那都是有学问的 更何况是皇上与妃嫔之间 后宫之内只要稍一松懈 失去的不单是皇上的宠爱 甚至连帝位姓名 也会一起丢掉 娘娘说得太深奥了 明明是要留住皇上 却又 故意把皇上推出去 你不明白不要紧 快去传杨勇虚实进宫 是 岳父一定要记录情细啊 知道了 杨勇 你过来一下 您大人有何吩咐 刚才万贵妃宫中派人来传诏 命你虚实到万贵妃宫中奏乐 可是 这已经是我连续第五个晚上 去宫中奏乐了 这我知道 但是在后宫 万贵妃的质疑 是不可违抗的 我哪敢替你分辨 你还是回去吧 好吧 月宫阳勇 拜见贵妃娘娘 免礼 谢娘娘 今夜本宫想听一些哀怨的曲子 你吹奏几曲 让本宫抒发愁绪 是 皇上 皇上驾到 臣妾参见皇上 参见皇上 平身 谢皇上 贵妃叶叶听曲 真是有雅兴啊 皇上之前不能入睡 何尝不是到御园听曲 臣妾只不过是 傅云风雅罢了 你们先退下吧 是 不能退 你敢违抗争 皇上要策略多少妃嫔 臣妾不敢违抗 皇上的其他妃子有身孕 不许臣妾 莫时莫刻进入御园 臣妾不敢违抗 皇上的妃子流产 周太后暗中对臣妾非议 臣妾也不敢违抗 难道臣妾在宫中听曲 多不刻一貌 多不仅顺 女儿 三少年 二少年 不仅仅仅仅是 其他人 昇仅仅是 昇仅仅仅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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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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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